仍是个喜欢附庸风雅的民族 一般台湾点蚊香顶多拿个铁盘或是折个纸来放 但 每个家庭几乎都会有一个专用的蚊香容器 最常见的就是蚊香猪 日前有店家把蚊香猪做成和果子 由于外表实在太可爱 在网路上引起话题 网友们纷纷大喊超想吃 常看日剧动画 或在生活过的人应该对这只猪猪不陌生吧 每到夏天 家家户户就会拿出这个蚊香猪容器 在院子里点起蚊香 坐在院子边 一边吃着西瓜纳粮 一边看着可爱的猪猪被香烟缭绕 可以说是 等夏日风情之一 和果子店红谷三宅日前推出了蚊香猪果子 不但夏日感十足 以山药为原料制成的果子 还有助于消暑解热 粉嫩的外表跟呆萌的外形真的超可爱 绿色的小蚊香更是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由于 有许多人毕业后离乡背景到都市工作 住在公寓里没办法 也没有闲情意志点这种猪猪蚊香 因此这蚊香猪甜点就让网友们想起在老家的悠闲时光 以及学生时代的美好暑假回忆 纷纷被烧到 好怀念 超想要 店家由于位于织木县 不少网友想要这款猪猪却没办法大老远跑去买 因此也有网购宅配服务 只不过这款蚊香猪猪马上就被订购一空了 红谷三宅除了这只蚊香猪猪外 也曾推出许多可爱漂亮的造型果子 玉果子丝红谷三宅 地点 县真刚市闭幕亭15年2月20号 时间9点到18点30分 宫休 每周三国定假日照常营业 网购 这个蚊香猪猪实在太可爱了 拉丘的其他果子也都美到让人舍不得吃 店主的巧手跟创意太强了